睁眼就开始做口不操 哦 睁眼开始活动眼球 啊哈哈哈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啊就是 但是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东宝饭局各位饭圈男孩饭圈女孩 今天我们相约的是时代少年团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 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 哦 东方朋友的老朋友 然后今天呢我们相约在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东方朋友30周年音乐分享会 理想之徒演唱会的这个后台 所以马上就要上台了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这次的演唱会是 第一次万人级别的演唱会 也是成团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想问问弟弟们昨晚都睡好了吗 睡得挺好 其实我回去倒头就睡了 哦真的 不会很紧张吗 因为有那么多的 因为你要克制住你的那种兴奋和激动和紧张 你只有睡好了 你今天才能把它演好 那小赫可以介绍一下 要怎么克制自己的激动跟紧张吗 我其实就是心里暗示 就是听听音乐吧 因为昨天彩排特别累 特别累 其实也想不了那么多其他的事了 所以回去就能睡着了 因为其实是为了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 因为之前的时候有采访都说了 大家其实都是在偷偷努力啊 我很想问的是为什么要偷偷努力啊 为什么不能正大光明的告诉来 哎呦我最近在卷腹卷的很厉害 也不叫偷偷吧 也不叫偷偷吧 挺光明正大的 就是我们练的时候 可能其他人在做其他的事 然后回来一发现你怎么在练习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默默比一下 对 就是因为今天这场演唱会很重要 所以你们估量一下 大家上台之前 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激动吧 会不会有点这个 听到万人的这个呼喊的时候有点紧张 我们会热泪一刻 我预估一下 到时候那个台子帮我伸上去之后 我记得我到时候可能会怕 因为那个台子在晃 你知道吗 他升到三米多高的时候 我在上面 我不会掉下去吧 每次都在这么想 因为其实这次的演唱会 是一个万人级别的演唱会嘛 然后终于是完成了跟粉丝之间 兑现的这个承诺 我们终于有线下见面的机会 所以这一步打卡完毕之后 下一步会有什么计划 你们什么时候进军鸟巢啊 会有这个打算吗 努力努力 暑假的话应该会有类似演出这样 也在都在筹备之中 看大家希望我们去哪了 粉丝朋友就多多留言 好不好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会有庆功的部分吗 会 应该会 八十个生蚝 你要吃八十个生蚝 是的 会聚餐 所以大家都是吃生蚝对不对 因为我来吃龙虾了 我往是椰子鸡 我要吃青不良 对啊 青不良 所以你们有发现什么海南美食吗 有啊 椰子鸡 我觉得有叫糟糟糕醋 对糟糕醋火锅 一直没去吃 对 一直想吃都没去吃过 一些炒的海鲜啊 因为在演唱会上理想之徒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其实是完成了跟粉丝朋友的一个理想 那么各自 其实你们在生日的时候都有许一些愿望 希望在下一年可以完成 所以一年过去之后 你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因为之前在东方风云榜的舞台上 有很多弟弟都说要学开车对不对 对对对 都已经现在怎么样 贵了贵了 太强了现在 太强了 怎么看强法 对张哥比较 因为张哥一次过 都过了对不对 对都过 然后因为今年其实是东方风云榜的30周年 那弟弟们其实跟东方风云榜 从2020年开始结缘 其实到今年应该是满大满分第4年了 那你们有想过30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哈哈 奔三的人说吧 奔三的人 对啊 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张哥回答这个问题吧 什么呀 那我才才到20岁我还比较青涩呢 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形容一下 你觉得30岁大概是什么样子吗 还是人世少年 马哥马哥 呃这个是三岁 但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对啊 三岁太遥远了 因为今年是东方风云榜的30年了 30的时候 啊希望跟东方风云榜还能有合作吧 嗯 好 哎 哎 小宋 宋哥 呃我觉得30岁 30岁越来越好吗 我觉得30岁就 谢谢你看到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对 你这样说我突然就换方向了 那真任怎么讲 本来想说30岁要30岁要成功 但是我现在想了还是开心吧 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啊 大家都已经成功了啊 我认识是 时代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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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时候也要享受当下 我觉得30岁的话就是 不后悔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吧 嗯 我觉得挺累的就是开心的享受生活 好会总结啊 是 总结他们的想法 上微博参与中方风云榜话题讨论 看嘉宾趣事爆料 一起来揭秘吧 好的 那接下来时间呢 想问问大家的一些个人生活啊 你们早上起来之后 大概是习惯说先做什么事情啊 先洗漱 阳光长跑 先出成功 是在学校的这个作戏对不对 对 睁眼就开始做口不操 哦 睁眼开始活动眼球 那小赫要那个练声吗 因为广告是要练声的 要练声的 要练声的 是不是 是要跟同学一起去操场 知道吗 有些时候吧 有些时候我也会在车上练 因为可能前一天 比如说我们拍东西太晚了 第二天 可能起不来那么早 小马 早上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是 拥抱担担一下 我就是喜欢早上天喝杯水 那你们早上会有早餐的这个行程吗 还是说其实早午餐一起 一般是早午餐吃吧 就是在学校的话就会去食堂嘛 因为正好吃的 想问问 贵校的话 食堂女儿最好吃的是什么 油条 煎饼 油条煎饼 土豆饼 我喜欢吃饺子 饺子也好吃 卧盔 会给兄弟们安利一下自己学校的事吗 会 学校会比一比 对 比完了之后会请他们去吃吗 刷你的卡 啊 啊 有的看没的吃 离得比较远 路程太远 离得太远了 可能就拍给他们看看这样 对不对 说一些你们觉得都很浪漫的事情 我们每年都会一起放烟花 去海边 对我们可以一起开一场会 接下来这一题是想问问各位 因为其实发现十来少年团的弟弟们 这个含烟量跟含柴量非常高 含木量 还有木量啊 编冻是谁的 我的我的 三二轩的 你们养小猛虫之前会争得一下兄弟之间的意见吗 就考虑什么品种啊这样 不会吧 看了什么可爱养的 但是会分享怎么来养 那所以现在谁家的这个小猛虫是最厉害的 就是技能满点那种 那肯定是鼠标啦 不知道 不是鼠标吧 我觉得我家的我家的挺厉害的 那鼠标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被装死 六斤会叫我爸起床 是因为他想出门被遛吧 因为他要去 方便 那你们会自己去遛狗吗 会会啊 要告诉弟弟们一个特别棒的消息 今天呢 东方朋友们也是特别带来了我们的金曲之战 2022年第四季度 全国听众选择金曲是时代少年团的作品叫做百优界 恭喜弟弟们 smiritz 我们要不要跟粉丝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份喜乐 因为其实百优界这首歌曲跟东外封力榜也很有缘分 因为他的首舞台其实是在我们去年 分享三菱音乐分享会的现场 哦 是的 对吧 小马要不要代表一下 好 就是感谢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能够选择它成为这个听众选择金曲 很感谢大家 然后也希望今天能够借助这个奖的运气 让我们的演员会办法 好的 谢谢 因为这是一个季度的奖项嘛 季度的荣誉 那我们就期待 接下来在东方风一榜 我们年度盛典的现场 也可以先到时代少年台咯 谢谢 谢谢